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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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但是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们有这个机会 作曲 李宗盛 也是要很有一点点 也不能马上用 有总的意思 有提示 提示 提示 那么其次呢 五重 李宗盛 二 一二三那个一 一要大写的一 中文大写的一 繁体字的那个一 那么二 中文繁体字的二 就是你开支票写的那个二 那个二 那么是五重悬翼 三入文 入文当中有科判 我们会先说明科判 那才入文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这样慢慢调熟诸位 固然是他的根本意思 也避免了身图活泼 一下子解那个文字 你的身心呢 还没有成熟 所以说呢 要分一二三三步 那么呢 乃至于科判 这一步小小的论 二方面呢 是因为二十堂课 你如果不这样讲 我可能一堂课 我就可以把它讲完 这个这个 死中心要 那剩下十九堂课怎么办 所以说 也是要看 这个时间的因缘 那么来 讲说佛法 这就是随缘起 那么当然 真正的缘起 是诸位的眼睛 跟心灵 眼睛者心灵之窗也 孟子说 关其毛子 人烟受灾 关其毛子 人烟受灾 眼睛是你的灵魂之窗 你的眼睛应该是看着我 或者是说 专心的 而宁听 不应该呢 失去焦距 也不应该呢 东张西望 那更不应该呢 咪咪作言 作入定状 这样子打瞌睡 你是辜负几零 并没有辜负我 哪怕是我对了 录影机讲都没有人 我还是照讲 你不用担心辜负我 不过会辜负你自己 因此呢 这才是重要的缘 讲者能够把一部佛法 讲深讲浅 讲广讲略 讲的契不契机 跟现前的当机众 很有关系 很有关系 影响众也很有关系 那么呢 随喜众 关系比较轻一点 工作人员 开始的时候 来坐一下子 等一下就离开了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最后来坐一下子 这叫做随喜众 当机众就是 真心诚意的想听的人 是谁呢 是不是眼前胸部上 挂着牌子的这些人 不尽然 那就要看你的心 你的心跟讲者的心 是相交融的 这就是修心 一念三千 你这一念心具足 借耳的法界 认识在那里 与我的这一念心 也认识在这三千的法界 那么呢 耳法界跟 此法界 那么是 写 可以说是 事事无碍 相容不备 也相互交融 所以说讲者与说者 讲者有善心要讲 那还得要看 听者能不能 真心 专心 渴望之心 来听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 这个讲经的人是凡夫 他不知道你的心 但他会感受 他会感受 你有没有专心 你听得受不受用 我说嘛 关其牟子人焉受灾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诸位呢 务必 不辜负己灵 把自己的真心神 提出来 那么呢 求佛菩萨加倍 让你呢 这五日当中 没有诸种障碍 世间俗世不再来 那么呢 专心以异地 与你们的同行善之事 一同听经文法 这是我所期望 所以说我们把它开眼 三步 一步就是讲说缘起 第一 第二步就是五重悬疑 第二 第三呢 就是入文 第三 一般来讲 就是直接开始讲入文了 那么我们把 稍微的 这个 前行增加一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进入一 讲说缘起 分五颗 第一颗 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有这个缘起的 有五个缘呢 有五个缘 第一个缘 那就是什么呢 老人家的指示 显宫的指示 显宫他指示呢 透过林小姐 告诉学人说 这里有什么姻缘 他说呢 也有老外要学佛 要学天台 那么老人家年纪大了 要我来呢 讲两句 那么接着呢 又提到说 也有居士呢 想听闻佛法 那么呢 这么一号要学天台 那么是不是也发 也开眼开眼 他不知道再讲讲 什么念佛法门呢 怎么样 代代念佛啦 也很好 那么我们 我不是 我没有真正来过这里 跟大家呢 研讨佛法 前年 因为老人家 四线疾病 那么我们呢 来这尽 弟子的 一念 效益 心意 也不过就是来拜 一天的法华三昧灿 那么 三宝加倍 老人家现在身体 非常的健康 气色非常的好 所以说 这是我们感恩 三宝 感恩老人呢 那么 因此 长期以来 我的意念的老人家 在 我大学时代 在领音室 学习佛法的时候呢 几次 在 我们和尚 坐下 听闻 这个天台 教法 包括 教官 刚中 还有天台的 盖树等等 那么 因为我住北投 那老人家 当时 在北投 有个小金色 那 参功老人家 如果每次要去请 我们 老和尚的话呢 那 我 大概都会有 姻缘的话 时间可以 功课上 暑假的话 可以的话 我都直接 亲自的去请 老人家也很 很疼我啦 有时候我跟他 胡乱问一些问题啦 以前的佛教怎么样啦 如何如何啦 他都会不厌其详地 告诉学人 这样的情景 虽然超过二十年了 不过呢 仍然历历在目 所以 老人这一次有指示 要学人来此啊 跟大家 共言佛法 我当然是 没有第二句话 那是 感恩 报恩 之心 而来 那戒胜 恐惧而来 这是我真正的心情 所以这是重要的缘起 所以我说 希望诸位要感念 老和尚 佛法再怎么兴盛 如果没有 没有了申保 尤其是大德申保 的助持 佛法是无法转动的 无法转动 那么在家人 再有什么钱 再能够盖什么样子的大庙 这都不明为转法轮 也不明为弘扬佛法 你看看 从来三宝 助持 以僧保为第一 是因为僧保 它 是 注释 弘化 所以 古德讲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固然 固然也有居士 讲经说法的 但是这都不为正 不为正 甚至于在楞严经上 也讲到了 末法时代 白衣说法 是末法之相 所以本来 毕丘 毕丘 身作说法 庄严的 以恭敬之心 那么诚恳的说法 这本来就是 注持佛法的相貌 也是应有的责任 那居士呢 作为一个外户 户持三宝 是应该注意到 这本来就是 自己的责任如此 所以 居士 有居士的责任 僧人 行僧人的 弘化 那么这样子 佛法 那就是往前而进 如果 出家人不说法 法师不说法 天下鬼神仇 那鬼神一作乱 那天下就乱 这是一定的 你要知道鬼神 他有认识 这沙伯世间的 这种姻缘 那么呢 那人的善念 能感得鬼神的恭敬 假那么呢 人的究竟善念 那就是佛法的弘扬 佛法的弘扬 才能够让人 能够心 能够转恶为善 而且转自私为无我 那么转傲慢为柔软 转愚痴为智慧 那这个时候 鬼神就会亲而尽 有了亲 有了尽 他就能认识 他能与你人 来共同扶持这个世间 不然他煽煽火 说说什么话 那你的恶业 因缘就现前 这就是 有因有缘 不是说鬼神 能够让你造 能够让你受灾难 不是 是因为你已经具足了灾难 是这样子 所以说 这是出家说法 那么出家人要说法 当然居士要恭敬护法 恭敬护法 佛士 时候曾经说 佛曾经说 他说末法时代 白衣不恭敬 在家居士 所以说呢 佛法不为外道所恭敬 如果白衣能够恭敬 出家师父 而不会亲事 乃至于利用出家师父的话 那么那样子呢 外道 心知肚明 他就看你呢 能够恭敬 怎么样恭敬法呢 如果呢 出家师父呢 在脱坡的时候 遇到了一滩水 那个在家人 乃至于女人 身上的头发解下来 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铺在那个湿的泥巴 跟水上面 让出家的师父呢 的赤脚走过去 那么 那么恭敬 诚恳的 尊重 那么因为外道看到了 世俗 在家白衣 恭敬 出家人 是如此的恭敬 所以他就升起了一种 哦 佛法不可思议 这样的想法 那么这样子的恭敬 并不简别 这个师父会讲经 会说法 还是老师父 年轻师父 都不简责的 都不简责的 地藏十轮经上说 乃至于你恭敬 破戒的比丘 又比你恭敬 严福提 所有受五戒的 在家人的功德 还要大 你恭敬 一刹挪 一个破戒的比丘呢 那么呢 都比你呢 尽行受恭敬 杀婆 所有受五戒的白衣 功德大 这个是经上佛所 亲口心宣的 那么如果你知道这样 那你就可知道了 我们庄严寺 有显功和尚 在这里住持 他有威德力 亲戚的一句话 就可以把我给找来 那么这就是他的威德力 那么 佛法的弘扬 也凭着这样子的 大声的威德力 长老的威德力 所以说那经上有赞叹僧人 他说啊 他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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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虽有色言生 不若红雁能远非 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若出家功德胜 问题是世间人 有了富贵力 就可能 就可能 就可能忘了自己 也可能掌握了 资源很多 那似乎出家人 就是与世无争 他也不做生意 也不盘缘 当然没有富贵力 当然在实践佛法的 传部上面 他没有钱去饮经 也不一定有钱去盖庙 不过你要知道 那就是他的功德所在 他有能力 有胆量 放弃这一切 他平了一张嘴 平了一个肉身 跟你一样的肉身 踏遍天下 一拨千家饭 孤生万里游 未了生死事 起化度春秋 他不今天的饭 吃完了 不存明天的粮 今天的路走完了 不看明天的 的鞋子 还能不能我来穿 那么呢 那么度化了这个人 甩甩袖而走 既不沾染眷属情 也不贪染 全力爱 然后他就到那儿弘扬 到这儿弘扬 孤身漂泊 不需要有眷属 不需要有金钱 也甚至不需要有自己的房子 光这份胆量跟决心 就值得你尊重 更别提讲经说法 持戒不持戒 所以说白衣虽有富贵力 有的富贵力 就世俗地上来说 好像你能多做些什么 可是如果你不懂佛法 那就不提 如果你懂佛法 那你就要知道了 这些不如出家功得胜 你的解脱 是站着出家的 刚刚我所说的 这种勇气 决心 毅力 跟智慧与慈悲 你才能够解脱的 富贵力 这个世界上富贵力的人 多的是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要务必的清楚 要懂事才好 懂这件事才好 那么我就是因为懂这件事 所以老人家 轻轻地一说 你来吧 那当然我就得来 来不是什么 那就是报佛恩 报三宝恩 所以说第二的缘起 那就是报三宝恩 我想我这种人的生命 要是没有三宝 我不知道堕落到哪里去 我都不知道 从小节悟不逊 那么好玩 那么又不受教 爱自由 完全像西方人那种性格 如果没有三宝的恩德 乃至于诸长老的教诲 我怎么可能有 今天我还活着好好的 我不知道已经到地狱几次了 我常常这样想 那么今天要有一点一毫的可能性 我都应该要报三宝的恩 所以说我报三宝恩 老人的恩与亲近 我先说 三宝的恩广 大 我后说 所以说报三宝恩 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当然 你要报三宝恩 讲经 你有什么能耐 是 我是不拒绝的 我有什么能耐 不过呢 我但求寡过 不求有功 我的心情 来这里讲经 我还不是无过 我只是求寡过 我真的少错误一点 来这里跟大家研讨佛法 那么这样子 能不能报三宝恩 万一应该是没办法 不过 尽力而为就是了 这是第二 报三宝恩为缘起 那么第三呢 是 为了智力真上 为缘起 老人家有要我来 那么三宝的恩德应该报 不过 我也有要智力真上 怎么样 为神佛缘 为神佛道 先结人缘 那么将来总是没有 那个度不了众生的佛 所以说我呢 为呢 什么样 智力 智力真上 这是 这是假三 假 李秉丁的假三 是第三条 假三 那么呢 是为了智力真上 我来这里 所以我来到这儿 学讲经 学讲始终心药 也是为了我智力 那当然 你说能不能利他 利他我无能为力 那我尽量而为就是了 不过讲经说法 重点在智力 它不关记问之学 重心在自己 怎么样子体会佛法 那既然你有所体会 那么有古人常讲 他说你去说明了 那就是吸收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来说始终心药 那等于就是我来学始终心药 学得最快的方法 你要怎么样把它学得好 那就是你去说嘛 你去说那就学得最好 所以我来说始终心药 其实目的是为了自己自立正上 那你说那你难道没有为了利他吗 我怎么敢讲利他 我是个凡夫和尚 凡夫出家人 我怎么有什么能力利他 那就是大家你们能听的得利益 那是你们的能耐 我是不敢想说我能利他 虽然我很想这样做 但我不敢说我能 所以我只能说我是自立正上 这是第三假三 假一是老人指示 假二是报三保恩 假三是自立正上 那么假四呢 是为了弘扬汉传 弘扬汉传佛教 这件事情如果说你多听了有关我在对出家人所讲的修行身杰正上 或者针对出家人讲的一些重要的课程 有些在家也可以听的 除了戒律以外 在家也是可以听的那一类的课程或者写的一些序文 你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中国佛教史这一类的 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我长期以来感受到中国佛教的衰微 衰微 这个衰微已经很久了 那有历史的原因 主要是历史的原因 那当然 这个也是末法时代了 一个社会文化的一个走到某个程度 他需要再反省 所以以这个末法的中国佛教走在很衰弱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很多出家人 长老们来到了美国 当时他进入了华人的社会 那么因此他们年纪也有一点了 你说要完全的用英文或者是西方的文化语言来红传佛法 那并不容易 所以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新大陆上面 汉传的佛教大部分在华人的系统里头多 那少分的有在 有当地的白人也来学佛 不过呢 这量不是顶多的 在这种情况呢 我们相较于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 他们一方面因为都是印欧语系 印欧语系 都是拼英语系的 所以在运用语言方面 就相对的比华文在转成英文 那感觉上来得容易 那么呢 他因为拼英语上也跟西方所用的也紮不接近 再来呢 像藏传佛教藏人 他们自己的文化国家 受到政治的因素而崩离 那么呢 他们也进入到这个西方来 他们进入到西方 也进入到西方来 那么进入到西方来的时候呢 没有像我们有华人的社会来迎接他 那么呢 也没有任何的经济跟生活的基础 所以他几乎赤裸裸的要投入 在一个什么呢 在一个全新的西方社会当中 那么再加上呢 西藏本来的文化就比较低 那受到了佛教传入之后 佛教几乎是西藏主要文化的 99%的代表 那么呢 西藏的出家人也可以说是 西藏社会当中的精英分子 他是社会的政治力量的拥有者 教育力量的拥有者 宗教力量的拥有者 还有家庭安定力量的私语者 所以说以他们这种情况来看 他们对于藏人的恭敬 藏人出家人的恭敬 当然大大的与中国是不同的 中国三五千年来 一向以儒家为政治的主要思想核心 那么儒家讲的是现世的完成 那么政治上面来讲 那就讲内圣外王 因此中国的文化 在佛教还没传入之前 他已经完全四平八稳的站在那儿了 佛教进来 顶多只能跟他 跟这中国既有的文化 分庭抗礼而已 他并没有办法像藏人一样的 那么样完整的投入于 对于申保的恭敬跟付词 类似的情况 在南传佛教也是这样子的 南传佛教当时由北方传入了 这个泰国缅甸 马来西亚这一带 他们在南方这个文化并不高盛 相对于佛教来讲是弱势的文化 所以说你看像泰国很安稳的 长久的以佛教为国教 那么他们来到了美国 也夹着以这样子的信徒的姻缘 跟庄严度来到了美国这块土地 就像西藏的喇嘛们 受到了他们的教徒的恭敬一样 再加上呢 近代以来并没有 所谓的传承的断灭这种问题 那汉传佛教又有传承上的 一个肉丝的问题 我不是所有但大部分是这样断层的 受到了战争的迫害断层 这样一比较之后啊 汉传佛教在世界各地 几乎除了台湾是最为鼎盛以外 在世界各地的弘扬 其实除了在华人社会以外 并不多在西方的社会 并不多 这一点我想大家比我还了解 那我个人以一个汉地的出家人 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并不以为优 优虑的并不优虑这个结果 我优虑的是这个因 也就是说 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子 赶快再把汉地的好的佛教 重新再恢复回来 并且向下扎根于 更年轻的人的身上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因 那在这种做法上 就当然就只要有姻缘 就要去弘扬汉地的佛教 所以我第四个原因是 来这里讲解佛法 一方面说 有在家诸位的华人居士来 来这里听经 但无非我更刻意在意的是 最后那两天 对华人以外的西方人士 介绍佛法 我更在意虽然 我对他们讲的可能会 如果你也留下来听的话 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对他们讲可能搞不好 更容易一些 我是指说 讲的内容可能更浅显一点 但是我觉得 那确实让他们去了解 汉传佛教的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机会 是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要赶快的 把汉传佛教优美的 深刻的 完整的 圆融的 而且究竟的那一部分 赶快的显扬出来 那么始终心要 以圆顿大秤为教项 当然是可以说 以天台的立场来看 是最为究竟的 说法的一个 简易的论文 那当然对于在家居士 你们诸位来讲 应该要赶快来告诉诸位 这就是洪传汉帝佛教的 一个重要的意思 那其次就是 也随顺这个姻缘 略略的对西方人士 做简易的介绍 这就是为了洪传汉传佛教 那你说出家人 出了家 那就应该做一个国际的人 不应该再有这些 民族国家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是的 国家民族是一种大我 大我 听得懂意思吗 大我 这大我是很恐怖的 你比如说像台湾跟大陆 今天还有这些 对对利利的 很多出家人也搞进 那个对利 选举的时候也选边 然后也要他的信徒跟着选边 我说这是一种大我的显现 出了家了 你菩萨界上不讲吗 乃是杀父杀母 杀自己的 灭自己的国 我都不家报 我都不回报 我都不报仇 这跟世俗人讲 都说 父母 杀父杀母 有不共在天之仇 这是世俗凡夫的想法 出家修道人 是不能够这样 不要说出家人 在家人也应该如此 那么你说那家难道没有家了吗 没有国家这个观念 有 你可以爱国家 爱你自己的民族 可是你不能够对立 不能以对立的立场 不能以记恨的立场来看待 到大陆去 尤其你如果到南京一带 或者是大陆的一些沿海一带 你要讲到日本人 他们就提到南京大屠杀 然后就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 我在想 我们应该知道 那是人类的极大的不幸 但是你去恨日本人 大可不必 请问 搞不好日本人 现在就投胎在你旁边 搞不好他现在投胎在你旁边 变成你的同参道友 那很难说嘛 是不是 日本 什么叫日本 那没有自信的 你懂吗 没有自体的 日本是代表的一种 一种什么 缘起性的叫日本 就像中国 谁是永远叫中国人 他可把美国人来投胎 也可能中国人投刀到外国去 也可能投刀到日本去 两个民族的这种煎熬 一定有过去的共业因缘 你要感叹的是 这种共业因缘不应该再发生 而不是继续记恨 那这样你是凡夫 你是一个没学佛的人 是这样子 所以我承认 我们应该要爱家 爱民族 因此我也会爱汉传的佛教 但是我并不以一个 跟人家比赛 或跟人家比个高下 这种立场来 弘扬汉传佛教 不是的 完全不是这样 那么不然是什么意思 我要弘扬汉传佛教 因为我是汉人 当然是 因为我是汉人 但更重要的是 我深刻的看到 汉传佛教提供了这世界上 三大佛教系统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和南传佛教 当中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系统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来自于一个中国人 长期两千多年的 共同思维修持的结晶 如果在这个地球上面 佛教只剩下三个系统了的话 那么汉传佛教 是一个很重要的系统 它不应该消失 这只是站在一个世界 红传佛法的立场上来看 它也会利益人 何况 何况世界上的华人这么多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再把日本人算进去 学习汉传佛教的人呢 超过 应该超过十五亿人口 可以学习汉传佛教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然不应该让它消失 我是这个历史 我并不以什么爱家 爱国这种观念 我觉得我也爱国 但是佛法这件事情 不需要我去爱不爱 不需要 而是说应该为这个世界 保留汉传佛教 这个美好的系统 然后它能利益人嘛 它能利益众生 我们应该让它利益众生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诸位能了解吗 所以你们好好去学 在有缘的时候 也告诉人家说汉传佛教很好 或者告诉西方人士 让他也能够来学汉传佛教 最后将汉传佛教传入 像美国这样子一个环境里 让汉传佛教走出汉人的社会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藏传跟南传已经走出来了 汉传佛教稍慢 我们没有关系 因为汉传佛教 导入的门槛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汉文本来就是世界上 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本来就难 那么就没关系 让容易的先进来 容易学的先进来 它是不是比较低阶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它比较容易学 对西方人士来讲 藏传跟南传是比较容易学 你要看清楚这样 你不要妄自菲薄 说现在怎么都是藏传 跟南传的师傅在弘扬 汉帝的佛教怎么都没有 你急什么呢 你自己好好学 自己好好学 自己好好学 然后呢 好好学 然后生一个什么 生一个小男生来出家 这最重要 所以昨天我就跟小翔 话缘了 我就问他 我先问他 生了没有啊 他说生了 那我就接着再问他 几岁了 九个月 会讲话吧 还不太会 男生和女生 这最重要 他跟我讲男生 那我接着就说了 那再多生一个吧 你打算生几个 他说生一个就好 我说反正多生一个也 也不是很困难 再生一个 那现在这个男生 失误就先要走好了 先跟你定 基本上他是 表示客气啦 说好啦 不过我是跟他讲说 搞不好你老爹不答应 或你老娘不答应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呢 那现在我已经公开替他说了 他说他要捐出来 那你们大家看着办好了 总而言之 我们需要的是继续培养 所以你们自己要在汉传佛教当中 有信心 有好要 有理解 懂吗 有理解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能怎么样 你就可能 才有可能从你的身上传递下去 那你说我不是书家人 我在家人而已啊 我又不能讲经说法 你不需要讲经说法 你只要对任何白人说 汉传佛教很好 很特别哦 不是藏传跟南传 可以取代的哦 他们也很好 不过汉传佛教 有另有风光哦 你讲的是这种话嘛 你能够说得上来 你有信心说得上来嘛 你不要 你不要一看到人家 你看到人家藏传佛教 南传佛教在那里弘扬 你就冷在那里 你就憋憋的在那里 你就好像 好像 好像 好像人家的 小媳妇 躲在旁边去 然后只是在那里干瞪眼 然后看到人家在 说着 口莫横飞的 看其他华人 在口莫横飞的说 哎呀 我上师如何如何加持 我的师父如何如何 教导meditation 如何如何 那你心头又再打一个问号 那我们勒 那我们在学什么勒 你看还这样子 你看看倒了汉传佛教的架子 我害怕诸位太倒架子了 所以呢 今天就来教教大家 始终新药 看看能不能让你们有一点信心 这就是我说的 假释 弘扬汉传佛教 我个人没问题 任何人要来问我汉传佛教怎么样 当然我能侃侃而谈 问题是 你们放到外面去了就不行了 常常很多居士就倒架子 你懂意思吗 你在念佛期 去年前年你才看到他在 跟哪个老儿上一起打佛妻的 过了三年之后呢 什么哪个大喇嘛在那里灌顶 他跑第一个在那里灌顶 那一副那种 一副那种什么 若饥若渴 然后呢 那得了之后 好美满幸福的那种眼神 可是当时他在那里念佛 你完全看不出他那种眼神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在两种佛教之间 他的那种恭敬度 渴望度是有差别的 那当然那是他的因缘 我们也没什么话说 我只是说 身为汉人 你拿起来经就读得懂的 那些字你就读得懂 文化也跟你相近 你不去先学习汉传佛教 你跑去舍尽求远 如果缘在那儿 我无所谓 我就是觉得 常常是眼看着你的缘 根本也不是那儿 那只是怎么样 说你瞎起后嘛 我觉得太重了一点 我总觉得你是常先多于实际 多于实际 那是很可惜的 还有人更有意思的 甚至是出家人 他说天台学难学 所以呢我还不如去学南传人 只是打打坐 观观身体 数数呼吸 那多好 马上就有感觉 你要有感觉打麻飞更快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我们学佛是要根本的成佛 不是要有感觉而已 所以啊 法华经上说到啊 那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想要早点有感觉 所以五百游行旋太远了 对不对 那佛陀就只要给他个三百游行 让他去乐一乐 你也要这样 那你就入宝山空回了嘛 小心小亮 不过当然了 如果你就是这种人 我们也不便苛责 可是如果你愿意听下去 那么心里了解 比义丈夫我义儿 你就是看你当下敢不敢承担 怎么会难呢 是不是 你这个 你自己是华人 中文字你都读得懂 你都喊难了 那你看看这汉传佛教 那还有个未来吗 将来还能够传给白人吗 是不是 那就到他准备出不了中国大陆了 出不了汉人环境了 那太可怕 也太悲观 所以说我们应该来弘扬他 谁在弘扬 诸位 不是我 是诸位 你们得好好把他用心听下去 那才叫弘扬 不是我能弘扬 不是我能弘扬 是你们能弘扬 对不对 转法轮是什么意思啊 把法转到你们那边去 那你们才能转别人 那才叫弘扬 那你们都听不下去 那我就转不出去 我不叫转法轮了 我叫做自言自语 你们这些人完全没听进去 那我们无事言自语吗 对不对 所以要相信 红传佛教在你的身上 要在你的身上看到天台学的价值 要在你的身上看到汉传佛教的 细心跟威猛 这才是对的 这是各位要了解哦 好 这是第四个来讲因缘的第四 那我还有第五 第五最多了 来讲因缘有个第五 那就受受相知 这就最多了 受受相知 受是接受的受 第二个受是提手旁的受 受与受要相知 首先是受者相知 那就是听经的人 要具足听经的因缘心态 不用翻了 上面没有了 翻那个有什么用 这是完全是那种 东方式的教学方法 先有课本才去学东西 不用了 你就用你的耳朵听 你就看了 你也看不懂 你就听 专心听就好了 受受相知 受第一个受是接受的受 第二个受是受与的受 教受的受 那个提手旁那个受 相知 相 相互怎么样的相 知 知住的知 受受相知 你想 如果我意味着你们是准备坐在这里 然后我讲两句 你们就给我问难三句 然后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 然后看我要表演什么 一副那种吊啷 然后一副不幸的那个样子 我如果预先知道你们是这样 换成是你你愿意来讲经吗 当然不愿意 当然我要预计的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好要佛法 恭敬听法 那我才好意思来 也才敢来 对不对 人家都不欢迎 人家打算来踢馆 那么你讲两句 他打算呵斥你三句 那我需要来这里自取其辱吗 我又不是要做生意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授授相知 以授方为第一 以教授方为第二 为其次 是要看听经的人到底有了什么心态 这才是重点 这才有缘起 如果听经的人说 什么人要来讲经啊 也好啊 反正这长久大殿没人用了 关着也是关着 那就来吧 如果是这样你想 要是换成你讲经 你想来吗 当然不敢来 不是不想来 菩萨可以做众生不请之有 问题是我连 人家不请好歹也不讨厌 我刚刚用一种描述方法 感觉人家有点讨厌 那我想还是不要来 何况菩萨戒也好 毕丘戒也好 都有一条戒 说到了 不恭敬说法 讲经说法的人犯罪 不恭敬说法 比如说怎么样 这不恭敬说法 比如说听经的人这样子 抱着抱着 讲什么 边挖鼻孔边吃东西 戴着帽子 半躺着 坐在那里 翘二郎腿 腿抖着抖着抖着 叼根烟 这样子 或者东张西望 拽来拽去 一副赶快下课 赶快去下课 那种样子的 这样子你已经看到了 你身为一个 比丘已经看到了 你还对这种人 讲经说法 比丘有罪 比丘有罪 是真实的有罪 不是假的 那菩萨戒也是这样 所以说虽然菩萨 要做众生的不请之友 可是受法的人 如果是像我说的那样子 那我说都有罪 这样诸位了解了吗 所以诸位 务必体会得到 所以说现在第五 讲说缘起的最 第五个 最后一个 最核心的 就是受受相知 那么它有很多内容的 我们等一下 下一堂课再跟大家讲 向下文长 赋予来日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誓众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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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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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